第五千四百零四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谈谈 红军老祖收起长剑声音苍凉道 叶辰还是点头没有说话 等红军老祖开口 有红军老祖在此 整个峡谷的黑暗气息都被压制下去了 甚至连天军风神碑的灵气也隐隐地被压制 可见他修为的恐怖 即便放到无无时空 也绝对是机身前列的存在 超一流的巨头 你把神兮天剑还给我长教 去跟他认个错吧 红军老祖凝望着叶辰劝说道 什么 叶辰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红军老祖叹息道 我长教道德天尊 劳苦功高 一直维持着火种的延续 他也是个苦命人 你想强行逼他飞升 大大不妥 红军老祖当年是紫皇先宫里的人 即便他飞升了 对长教道德天尊 也是十分的尊崇 叶辰道 红军前辈 你不同意让道德天尊飞升 红军老祖道 是的 我不同意 你的举动让我很是生气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渊源深厚 而且你还是天涯的弟子 我早就杀了你了 这番话伶俐森严 让叶辰毛骨悚然 红军老祖绝非什么忠厚长者 但当年曾残杀过无数生灵 铸造出人徒圣碑 如果有人冒犯他 他绝对会下杀手 不管别人什么身份 这一点叶辰丝毫不会怀疑 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凝神戒备 红军老祖 道德天尊的意志 已经影响到火种的纯净 如果他还不飞升 执意要霸占火种 只怕火种会熄灭 叶辰辩解说道 他要逼道德天尊飞升 其实是为了火种的延续 并非自己有什么野心 红军老祖道 我知道 但无所谓 火种熄灭就熄灭了 我不想有人冒犯我长教 他对我恩欲隆重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叶辰心中大震 前辈 一旦火种熄灭 那整个现实世界 都要彻底覆灭 而且再无重开的可能 这也无所谓吗 红军老祖道 是的 无所谓 天地星空 万事万物 总有尽头的时候 唯有无无永恒 火种熄灭 是 你还能去无无时空 可确保性命无忧 我会庇护你 你不用担心 叶辰目瞪口呆 他可不想世界毁灭 如果世界毁灭掉 那地球也不会再存在了 那是他的故乡 是一切因果的起源之地 他怎么可能放弃 红军老祖看着叶辰的表情 常叹一声道 我知道 我长教的确有错 他的私心 确实已经影响到 火种的纯净 而且他还不承认 但不管如何 他终究是我长教 是我曾经的恩师 他就算有错 我也不能伤害他 等火种熄灭 他想来也会清醒 知道自己的错误 然后大车大雾 飞升无天 与我们共同对抗黑暗 对抗陀地骨神 叶辰正正地说不出话来 两久之后才恶然道 你要让整个世界 来给道德天尊的错误陪葬 这真的无所谓吗 红军老祖道 是的 无所谓 为了更远大的未来 有些牺牲是必须的 叶辰深吸一口气道 我不同意 红军老祖沉默 目光悠悠地望向远方的天空道 我就知道 你不会同意 我此番降临 其实就是想跟你谈谈 但现在看来 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我想跟你道个歉 我前面冲动了 居然想借妖神的手杀你 叶辰默然 他知道红军老祖 这种境界的人物 秀为涵养极高 不会轻易动怒 但此前 红军却暴露了杀意 要借妖神的手击杀叶辰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 玄寒玉出手相救的话 叶辰就危险了 可想而知 在红军老祖心里 道德天尊有多么重要了 为了维护道德天尊 他甚至要杀叶辰 红军老祖背负着双手 接着道 不管你和紫皇先公 有什么恩怨 我其实都不该插手 我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强行插手的话 很可能受到规则反噬 影响到整个无无时空 轮回阵营的稳定 在无无时空里面 也有轮回阵营 由叶辰爷爷的 蔚来申主持 红军老祖和吴祖 还有身土宛儿的蔚来申 都属于轮回阵营 与驮替古神的阵营对抗 红军老祖插手 现实世界的因果 很容易扰乱规则 遭受反噬 害己害人 所以他现在 郑重向叶辰道歉 我以后不会再插手 但是我警告你一句 你是大气运者 我长教守护火种亿万事 他也背负大气运 你们相斗 只会两败俱伤 玉石俱焚 便宜了外人 红军老祖语气严肃 发出警告 叶辰点点头道 我知道 红军前辈 我会小心 绝不会让外人 捡了便宜 叶辰这番话 言下之意就说 他不会向道德天尊认错 他根本没错 他会坚信自己的道路 维持火种的稳定与纯净 保存这个世界 而不是毁灭 就算最后 要与道德天尊决裂 叶辰也在所不惜 红军老祖见恩怨难以化解 又是一声长叹道 罢了 随便你吧 我不会再管了 顿了顿 他回头看了看了 天军风神碑 目光又环视四周 忽然看向一个黑暗角落 叫道 祖神王 你潜伏了这么久 还不肯出来吗 那个角落里黑暗一阵扭曲 旋即便浮现出一道幻影 那是一个老者 威严堂皇 气吞山河 一现身出来 天地仿佛都在震动 红军 原来你早就发现了我 老者嘴角浮现出冷笑 目光已是冷意森严 这人就是祖神王 叶臣一阵吃惊 体内祖神令嗡嗡作响 与这个老者共鸣着 这个老者 竟然就是曾经浩天玉的主宰 祖神王至尊 从刚刚开始 叶臣就赶到 黑暗角落之中 有人在盯着自己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会是祖神王 如今的祖神王只是一道意志幻影 他的血肉身躯 想来在当年守护浩天玉的时候 就已经云灭了 叶臣为了修炼天地母园掌 还吸收了祖神王的大量神血 轮回之主 你吸收了我的神血 甚至炼成天地母园掌 好 很好 那天地母园掌 复杂深奥 甚至连我都没有炼成 你居然能炼成 只要夺赦你 占据你的身体 我就能重新复苏了 哈哈哈哈 祖神王宁丽的一笑 骤然间身躯如垫 一拳暴杀而来 他的拳头上面 带有一股极致的威压 那竟然是天军风神碑的威压 他的意志 盘旋在天军风神碑附近多年 也是窃取了一丝 天军风神碑的力量 威势非常强悍 轮回之主是我的人 你也敢动 红金老祖哼了一声 金色长剑祭出 杀戮气息 风锐一剑斩杀向祖神王 祖神王黑黑一笑道 红军 你降临下来的 也只是一道意志罢了 在浩天狱里面 你这区区意志 还不是我的敌手 话音落下 祖神王手一挥 突然记出了一幅古图 这幅古图在虚空中展开 显现出山水墨画的 瑰丽景象 爆发出无比浩瀚的神威 在这幅古图的力量压制下 红军老祖的剑气 也被压制了下去 这 这 叶辰 这幅画不简单 我肉身和复活的秘密 也蕴含在这幅画里面 这个时候 玄寒玉的声音 在叶辰的耳畔响起 叶辰吃了一惊 目光也不禁 看向天空中悬浮的古图 玄寒玉说过 在捷天战场里面 可能存在着什么宝物 与它血脉关联 难道说 那宝物 就是这幅古图 如果能得到这股画 揭开里面的秘密 我的肉身 必定可以恢复 玄寒玉声音灼热道 然而 那古图的力量极其强悍 山水墨化 烟雾弥漫 在虚空里浮现出 古老的山岳川流 释放出恐怖的威压 夜沉浑身骨骼 都在那威压之下 咔嚓嚓作响 几乎要断裂 红军老祖的剑意 也是被压制 如果他真身来了 一弹指就可以灭杀 祖身王千万遍 但现在降临下来的 终究只是一道意志 实力有限 在浩天玉这地方 难以匹敌祖身王 夜沉 借用我的力量 先镇压这祖身王 红军老祖神色伶俐 当机立断 立即将自身灵器 全部释放而出 灌注到夜沉体内 夜沉得到红军灵器 灌注煞石间 气息爆炸 力量狂飙 红军这个举动 其实是非常危险 因为他将灵器 灌注到夜沉身上 夜沉就熟悉了 他灵器的流动与属性 将来如果两人决裂 夜沉就能 洞悉他的弱点 从而轻松压制 但红军老祖 也是非常果断 就算明知自己弱点 可能暴露 还是借力给夜沉 因为这是镇压祖神王 唯一的机会 不好 祖神王感受到 夜沉狂飙的气息 不由的脸色大变 他万万没想到 轮回血脉这么厉害 居然连红军老祖 此等强者的力量 都可以容纳 招武天刀 给我破 夜沉目光伶俐 立即照出招武铃鱼 化作一把天刀 凌空斩杀而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